大家好,欢迎收听升旗一普通话频道,今天是2023年12月29日,星期五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名单 都知道这个混世魔王是全世界杀害最多人的人,比起希特勒 比起斯大林,即便是以前的成吉斯汗杀的人也没有他那么多 所以他被称为世界头号论世魔王 当然,中国人是一个崇拜魔鬼的民族 越是邪恶,他们越是崇拜 所以他们要拜牢 就在12月26日这一天,现在大陆就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 还帮他出邮票,央视CCTV一台的新闻30分栏目播出了这套邮票的介绍 之后镜头一转,又马上播出了另一段新闻 内容是讲腊肉,是讲一个农民如何制造腊肉而致富 这很明显就是将老毛比喻为腊肉 那为什么会把老毛称为腊肉,实际上因为老毛在1976年挂了之后 当时华国锋接任了 他认为我们要永久保存毛主席 即便老毛当时要求火化 而我觉得华国锋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事 就是把老毛的尸体保存了下来 把他开膛破腹 把他的内脏全部挖走 要他死无葬身之地 永世在中国人面前报尸 对于老毛这种独裁者 不让他入土为安是最好的待遇 要他永世不得入土为安 报尸在北京 而且死无全尸 也死无葬身之地 都知道大陆人反对日本去拜靖国神社 因为里面供奉了43名甲级战犯 但是靖国神石是一座寺庙 里面除了供奉这些战犯之外 也供奉了很多英雄人物和很多老百姓 实际上就是一座寺庙 里面什么人也有 不只是供奉战犯 但是中国就不一样了 中国的靖国神社只供奉甲级战犯 而且是杀人如麻的大魔头毛泽东 而中国人竟然要买门跳排队进去 看这个混世魔王 这件事当然是会让这个民族很丢脸 不只是这样 其实由于当时的技术不过关 毛泽东的尸体已经出现了问题 不是尸变 因为没有黑猫跳过 也没有孕妇经过 但是尸体已经开始腐烂 之后没办法 就注射了大量的福尔玛灵液 想暂时顶着 但是也无法阻止尸体腐烂 结果把他的尸解脱 把他的内脏挖掉之后 最终就把腐烂的部分用假的塑料来填补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尸体其实是半人半焦 所以就被称为腊肉 就是等于把老毛给腊掉了 总之现在的人通常都是称呼他为腊肉 央视的这段新闻马上使得全国人民会心一笑 出完邮票就马上讲腊肉 所以很明显央视内部有人 尤其是负责彩排的编辑肯定是对老毛十分不满 我看到推特有一条推文很搞笑 李老师发出了这条新闻之后 吸引了一百多万人来看了这段影片 可想而知腊肉这个词已经是深入了民心 而网友的回答也十分精彩 有网友说 央视是给全民配饲料的单位 就是当养猪 也有人说 中国人不过圣诞节 平时吃包子 6月4日吃肉饼 11月25日吃蛋炒饭 12月26日当然是吃腊肉 大家都明白这些典故 包子是习近平 六四是坦克碾压 11月25日是毛岸英被美军炸死的日子 所以叫做蛋炒饭节12月26日老毛生日 就是吃腊肉 有人问 以后中国会不会有一条法律 吃腊肉 吃炒饭的人全部要杀头 谁敢再反对 也有人担心那个新闻小编会不会成为腊肉 会不会被人家拿去做腊肉 所以我认为中共内部的每一个部分都会有一些反抗者 也有一些革命的种子 一定会有人搞点事情出来 当然 那会不会全世界都要尝尝腊肉的味道 其实他们说 一直以来腊肉都是蛋炒饭的好搭档 可以把腊肉切成粒状 用来炒饭 当然 腊肉实际上不是每个人都爱吃 有些地方吃 有些地方不吃 以前因为中国太穷 他们在很多时候宰了一头猪会吃不完 于是他们就把一部分的肉给风干 腊了起来 制成腊肉 到了肚子饿的时候 或者是想吃的时候拿出来蒸 这样又可以再吃 这些都是因为穷才会产生 现在大陆一说起不过圣诞节 就说不如把24日定为长津湖的战胜日 再把26日定为中国的圣诞节 因为这一天是中国的圣人毛泽东诞生 所以是中国的圣诞节 这其实也没错 因为这个民族真的很悲哀 居然会去拜一个混世魔王 人家耶稣是25日出生 魔鬼撒旦是26日出生 那毛泽东是不是撒旦 他应该是撒旦的大哥 或者是撒旦的老爸 因为在历史上找不到一个人能比毛泽东更加邪恶 而中国人竟然会去跪拜魔鬼 好像是在过于拦截 于拦截也是一样 其实就是拜鬼 欢迎听众们 今天我们将深入了解在线安全的世界 聚焦一款备受瞩目的VPN Surfshark 在众多VPN中 Surfshark以起超值功能和良好口碑脱颖而出 但真正的问题是 它究竟能提供多少保护呢 现在让我们谈谈功能 Surfshark迎合VPN新手和老手 具有异于导航的界面 它涵盖了所有基础功能 同时保持高速连接 突出的功能是什么 Surfshark允许您在一个账户下 连接无限数量的设备 不需要多个订阅 这是一个适合家庭的VPN解决方案 安全至关重要 Surfshark采用256位加密 几乎无法破解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严格的无日之政策 确保您的数据始终属于您自己 关于速度是否有疑问 即使在远程服务器上 Surfshark仍然保持稳定的连接 仅有5%的速度下降 它是您快速下载 无缝游戏和无缓冲流媒体的保证 准备好安全的冲浪了吗 在视频描述中查看 特别折扣连接 所以我们其实从这件事里面 可以看得到 在中共的体制内 实际上有很多人想反 但是反不了 因为不敢反 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响应 所以根本就不敢 但是他们会默默地 去做一些越界的事 做一些表面上好像没什么用的事 但是实际上有寓意 其实每一个共产政权 或者是一个极权政权之中 一定会有这些人 我以前看过一部电影 叫做《窃听风暴》 是一部德国的电影 讲述了一个东德的秘密警察 负责监听一名艺术家 而在监听的时候 他慢慢被这位艺术家说的话 和他的思维所感染 他觉得对方没有什么反动的东西 一切都很正常 而且他说的话非常有道理 于是就慢慢开始被他感动了 被他感化了 直到有一次听到了这位艺术家说出了一些随时有机会被人抓的事情 结果这个监听者虽然继续录音 但是没有向上级报告 因为要下面有报告 上级才会立案调查 如果没有报告 录音就会存起来 最后封存归道 结果一直以来相安无事 直到柏林围墙倒下之后 有很多人就到石塔西档案馆去找自己的资料 看看当时怎样被监听 这位艺术家去翻找的时候 发现原来当时说着那些敏感内容被人录下来了 是谁放了他一马 原来就是那个秘密警察 否则他当时一定会被枪毙 所以在体制内一定有一些有良心的人 或者是清醒的人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 中共内部有很多东西都是暗藏杀机 又或者是好像明摆着要跟习近平过不去一样 实际上有大量的人想反抗 只是他们没有办法表达而已 而且最近大陆在流行一种文化 叫做低级红高级黑 表面上好像在支持你 实际上就是在挖你的墙角 使得你更加难堪 尤其是有很多小粉红 动辄就跑出来搞事 说这个又是伤害感情 那个又是辱华 实际上有一部分人是要反过来甩花招 就好像我们做的红旗一得道一样 我们打着红旗反红旗 我们用比他更红的 深红血红的方式 使得他更加自残行贿 又或者是把他推到疯癫的状态 所以大家一定要懂得听 懂得完 现在我们认为 对付中共的方法是要使得他更加疯癫 要逼得他发疯为止 现在的习近平距离精神崩溃 距离彻底发疯 其实只差一步而已 而这一步就需要我们一起努力去推他一把 做这件事一定要共同努力 所以我们最近也把我们的节目 做成了普通话版本 会在我们的第三后备频道 升旗一新闻集团播出 当然 因为制作虚实 所以未必可以同步播出 希望大家见谅 也希望大家把这些内容 分享给内地的朋友 或者是分享到其他有内地朋友看的地方 让这些内容可以辐射到大陆 只要每人做多一点点 我认为共产党在今年之内 就会出示2024年 是他们未必能过得了的一年 1.1月份台湾选举 习近平可能会忍不住出手 还有跟菲律宾也有可能忍不住出手 美国也看到你支持恐怖分子 又支持胡三武装 所以美国也有可能会出手逼迫一下他 总之就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 习近平发疯的机会越来越大 会做出一些使得中国共产党彻底毁灭的行为 我们就是要做这个推手 请大家共同努力 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帮忙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Tetra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帮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